開啟聖殿的門 拉開教會大門 見證感動時刻 在歷經多年的準備與籌劃 馬薩路教會終於順利落成 所有人帶著喜悅的心情 一同來給予祝福 不過在教會完工的背後過程 相當艱辛 甚至一度欠下巨額債務 但在因緣際會之下 教會聯絡上玲瓏薇醫生 在他的幫助之下 集結了許多善心團體集資募款 也主動協助廚房與宿舍興建工作 一起完善教會所有設備 奉行一點小小的心力 馬薩路教會多多在彰化和美鎮 當初教會牧師看到許多 離鄉背景的族人 在生活上碰到困難 希望能買一塊地建造教會 讓族人能夠有一個安全的庇護所 而教會除了外觀 室內的所有裝潢工作 都是族人齊心完成 因為曾經這個教會還沒有買地 有一些錢的時候 也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很多的淚水也有很多的方向 對於族人來說 馬薩路教會是聚會提升信仰的聖殿 但也是都會區族人可以凝聚彼此 互相扶持的重要場域 牧師表示雖然大家宗教信仰和族群都不同 但因為存著善良之心 一起幫助教會落成 也表示教會將繼續傳遞 回饋社會幫助他人理念 讓處處都有溫情 有事情玩Fundiff 彰化和美採訪報導